那我们接下去就来看一看这个UART的时钟频率这个配置方法啊 主要呢用到两个寄存器 一个就是地址是1290028 这个里面呢主要用到一个UBRDIVN这个位 它的第0到第15位 还有一个呢就是用到下面的129002C这个寄存器 也用到其中的0到15位 它的代号叫做UDIVSLOTN 那么它的计算公式呢都在这里写得很清楚了是吧 我们把它再抄一遍抄写在这里啊 主要用到的是这两个公式 一个是DIVVAL等UBRDIVNN就是指零串口0123这个N 加上Numbers of ones in UDIVSLOTN就是在UDIVSLOT呢 这个值里面里面1的个数 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个1的个数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呢去除以16 还有一个DIVVAL的计算方法呢 就是PICKLOCK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时钟 除以BPS就是波特率乘以16减1 那么好我们把这个公式抄写一遍 在我们的黑板上 在我们的黑板上 待会来看一看怎么算啊 先把它放大 那么我们这个DIV 下滑线VAL是吧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前面公式里面看到的UBRDIVN0123是吧 加上这个除以16分之 UDIVSLOTN中1的个数 是吧 这个我就不展开写了 1的个数 然后呢 还等于什么呢 UDIVL它等于PICKLOCK是吧 外设时钟 然后除以这个就是波特率BPS 这个也是乘以16 然后减1是吧 那么好 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PICKLOCK我们是知道的 是吧 你是以质量 PICKLOCK一般等于66兆赫兹 这个我们可以看手册 手册我们翻到 PICKLOCK的手册 再看一下啊 手册在351页 在我们这个 一级赫兹的ARM频率下面 PICKLOCK的 PICKLOCK它的频率是66兆赫兹 是吧 好 回到我们的这个公式 PICKLOCK知道的 那BPS我们也是知道的 BPS的值呢 我们一般串口和PC的通讯率 一般我们选择是 115200 是吧 这个值 这个值写一写66兆 好 那我们剩下的位置数 就是这个值位置数 和要计算这个值 是吧 这两个值当中 只要定了一个值 那么另一个也就算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先来看看这个数啊 UDIV Slot N 里面1的个数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它在后面的DataSheet里面也说明了 我们翻回我们刚才的页面 第881 好 在这里啊 UDIV Slot N 是吧 它在这里举了个表 比方说 我们如果把这个值设成0 那么它里面1的个数就是0 是吧 如果我们把这个设数字设成 0x000080 那么它里面1的个数就是1 是吧 以此类推 如果我们这个设成0x0000808 那么1的个数就是2 等等等等 总共可以分为15道 也就是说 它1的个数可以设为01 345678915 那么比方说在这里 1的个数是1的情况下 0080和0001 其实它的含义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推荐设置这个值 你不用自己去算了 可以查表来算 是吧 好 那么我们姑且把这个值定为0x000080 好吧 那么udivslot 这个数字我们定一下 等于0 等于看一下 等于0x0080是吧 0x0080 那里面这个1的个数啊 就是1是吧 1的个数其实就是再转一下 就是1 好 那这个公式里面就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算这个数字的 ubr divm 是吧 那我们这个在测这个公式里面 上面这一块里面 这个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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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也不叫已知 这个叫我们假定了一个 然后呢 只剩下算这个了 那这个还是相当好算的 是吧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算一算 那么 ubr divn 对吧 就是0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里 66兆赫斯 除以16 115200 乘以16 然后呢 减去一个1 然后呢 再减去一个 然后这里下面分母是16 分子如果我们选0080 设0080的话 分子就是1 是吧 1的个数是1 减去16分之1 那么最终我们算出来的一个值 我们用计算去算一下啊 这一部分 66兆除以115200 乘以16 再减去1 也就是这一大块 算出来的值 应该是34.8072917 对吧 后面再在小时间后面就不管了 那么这个16分之1 算出来的值 是0.0 625 可以说对它基本上不产生什么影响 最终的一个值算出来等于34.74479 是吧 好 然后这个因为UBIDIV是整数 所以我们四捨五入一下 最终这个设置值应该约等于35 是吧 UBIDIV应该设成就是35 那么UBIDIVslotN设成0080 那我们这个配置就完成了 是吧 那我们这里还要多说两句啊 这样一个配置用是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你的报纹过长的话 会有一些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里算出来一个值啊 不是正正好好的等于35 等于我们34.74479 我们近似成了35 那样这样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 如果你报纹发生的过长 你就说由于这里不是完完全全的整数倍 它在11520的波特律上会有一定的积变 就是说会有一定的不完全对称性 比方说我们一个波特律波形是这样的 是吧 下去 然后呢 这一位是起始位 是吧 起始位开始 这一位是100等等回去 最后呢 有一个停止为拉高 是吧 这是正正好好那个11520的波特律的情况下 那么由于我们这里算算是34.7449 然后近似成35 那样 那么这样我们实际在这个硬件管角这里 出来的一个波特律会是怎么样的呢 会有稍微一点点的积变 比方说 在这里 它应该在这里的 对吧 它在这里就过去了 然后呢 每一位都差一点点 这个后面不画了 每一位都差一点点 那么如果这个报纹短 没有问题 比如说几个字节 十几个字节 甚至几十个字节 一百个字节都没有问题 那么如果这个报纹非常非常长的话 连续来了一串 那么累积到后面这个误差 这个近一点的误差 这个误差就会 非常大非常大 这也不叫非常大吧 就会足以误差大到产生这个累积错误 就像前面说的那个真错误 frame error这个程度 所以说这个值 我们这个十六分之一 这个值啊 我们可以选得更好一点 让它这个机变 波形机变的频率机变 更小一点 好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值 可以选多少啊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算出的值是 8072917 是吧 如果我们可以使这个值 接近于0.8的话 那最后出来一个近似值 可能近似的值 更接近于精确值一点 好 我们把它替换掉 看一看啊 假设我们现在这里 不用十六分之一 用十六分之十三 好 把这个值 替换掉 替换掉 是吧 然后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十六分之十三 十六分之十三 算下来 应该近似于多少呢 十三 我们算一下 十三除以十六 等于 好 这个值也替换掉 替换成什么呢 十六分之十三 应该等于 零 点 八 一 二 五 好 这个数字零点八 一二五和这个 三十四点 八零七 二八九 这个应该很接近了 所以呢 最后我们这个值算出来 如果用十六分之十三 算的话 这个值出来应该是 反正是 三十三点 三十三点 九九 四七 九 等等等等 再往后就不管了 那么这个数 最后就近似乘 三十四 也就是如果我们在 UDIV slot选一共有十三位数的情况下 这个UBIDIV我们应该设成 三十四 而不是三十五 那么在十三位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这个数字应该实际设多少呢 没关系 插表 在十三位一的情况下 那个这个数字应该是 0x DF DD 是吧 0x DF DD 那这个数就不要了 好 这样一个设置 比刚才的1和35 不 0080和35来说 更加精确 它的畸变更加小 所以这个 虽然前面的351可以用 但是现在用34和13 和这里的13 用起来可能更加精确一点 那么好 接下去我们就把这个配置 写到代码里面去 是吧 好 回到我们的代码编辑页面 那么我们继续往里面输入代码 好 这个到最后一位 刚才配置到129000C这个位置 是吧 现在我们继续往下配 那么LDR 现在应该是R1等于 我们刚才用到一个值是34 是吧 然后这个值呢 就是UBRDIV0 配到 Store存到 把R1保存到 继续利用前面的R0寄存器 警号 这个应该是0x28 好 后面写一个注释 这个就是 UBRDIV0等于34 34 好 在下面一个配Slot 是吧 Slot前面我们也已经算出来了 它的值等于0xDF FDD 看一下啊 对 0xDFDD 前面插表得到了 是吧 好 DFDD 那么把它存到 它的一个地址是 地址 Slot地址看看 002C 好 写入这个地址 Store 然后R1存到呢 R0 加上 减号 0x2C 那么 它的一个注释 就写成 UB UDIV Slot 0 还是小写啊 UDIV Slot 0 等于 应该是 13位1 是吧 这样更精确一点 比这个DFDD 更能表示它的含义 好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UART 0 整个配置就配完了 下面呢 我们应该往这个串口里面 写数据了 是吧 我们在写数据以后 我们在PC里面 用超级终端 就是在Windows上面 或者在Linux下面 用Minicom等一些串口工具 看一看 这个我们修改后的 真正的UBoot 有没有把这个串口初始化 并把这个我们需要的数据 发上来 是吧 好 那么接下去我们写 开始写 就写一个UART OK吧 还记得前面串口 发送数据 要写哪个寄存期吗 发到手册 是吧 看前面 这个TXH0 也就是说 往TX发送端写数据 因为应该写到 1290020 这个寄存期当中 好 那么为了 我们为了和前面的配置 以示区别 所以这里呢 我们再写一遍 这个R0 就是不用前面那个R0了 我们用一个新的R0 跟前面以示区别 1290020 是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往R1里面存一个数字 呃 存一个多少呢 UART OK 是吧 我们用的是U 比方说有的大写 U的大写的ASCO 是0X55 那么我们往R1里面 应该放的是 0X55 然后呢 把这个数字 给存到R1 存到R0里面 R00因为我们刚才 已经新配置了 这个新的 那么就不用加把了 就是存到R0里面去 稍等一下 R0这里 应该 打一个中复号 好 那我们在这里注释里面 写一写这个 UTH0 UTH0 等于ASCO 的U 是吧 好 光写一个U呢 我们可能还不太过瘾 我们再多写几个 UART OK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数字 UART R1 等于0X 小写的A 小写的A 它的ASCO 是0X61 是吧 那么 好 我们再设一下 STOR 把这个R1 再存到这个 R0里面 就发出去 那么我们在这个注释里面 写一写 UTH0 现在等于 小写的A 再多写几个吧 还有R1 等于0X 小写的R 它的ASCO 是0X72 STOR R1 再存到 这个TH 计存器里面去 再写一写 UTH0 等于 小写的R 小写的R 好 那么 最后再写一个T吧 LOW的R1 等于T的ASCO 是0X74 然后 STOR 把R1 这个数字 给发送出去 R1 8X2 UtH0 等于 这个小写的T 好 就到这里为止了 然后呢 我们后面再要写一个换行服 换行服在 Windows里面和Linux里面 那个换行是不一样的 由于我们这个超级终端是使用的Windows的通讯方式 所以它这个换行用一个是这样子的 换行它除了有如果一定要写成这个标记的话 应该是换行附在Windows里面是写在这里空的 斜杠R和一个斜杠N这两个 斜杠R它的ASCAL是0XA 斜杠N它的ASCAL应该是反斜杠 反斜杠N它的ASCAL是0XD 那我们原来在Linux里面一般只要一个斜杠N就表示一个换行了 那Windows里面稍微麻烦一点 要一个斜杠R这个表示回车这个表示换行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区别呢 这个就有一些历史原因了 这个牵涉到以前70年代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叫电传打字机 那么这个历史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看一看也不难 反正你只要记住 在Windows和Linux里面换行这个规则是不一样的 当然在Mac就是里面还是用另外一种规则换行 这个都是有的 这个不难 网上一查就查到了 好 那么我们这个继续往下写是吧 那么继续 load 反斜杠R表示回车 return嘛对吧 然后斜杠R反斜杠N表示 newline换行是吧 R1等于0xd 然后把它R 这里前面有打错了 R1 然后把R1保存到R0里面去 这个注释我们就写成 uth0等于反斜杠N newline 好 那么这一系列我们这个配置就写完了 是吧 前面我们说过 我们已经启用了FIFO 也就是我们只要不要管它 是不是这个串口现在中端就是FIFO里面买了没买 或者串口现在这个移位寄存器移没移完 我们只要往FIFO里面不断的扔数据就行了 FIFO一般是蛮大的 那么我们扔这四个字符啊 扔六个字符 UART换行 然后这个几个字符扔进去呢 远远不够那个塞满我们的FIFO 所以我们尽管我们扔 扔完以后 它这个会自动帮你完成所有的发送过程的 好 那么这个代码执行完毕以后 MovePC LR到PC对吧 跳转回到刚才的主流程当中 好 那么运行到这里 编写到这里 以后呢 我们可以make测试一下 看看我们的代码有没有工作 是吧 好 先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进行编译